嗨 大家好 阿嬤今天來分享一個這個豆乳神絲雞 在家裡你們就可以自己做 今天要做給阿孫他們吃 那我就順便分享給你們 阿嬤今天是雞胸肉 叫那個賣雞胸肉的 它給你氣骨皮要氣掉 不然皮很軟的 用剪刀來氣比較好氣 用菜刀也是OK啦 習慣就好 來 雞肉這裡有這個筋 要不要給它氣掉 就要這樣子 因為那個筋太軟了 你看 這顆筋差不多一瓶一塊 有人用雞腿 阿嬤今天家裡就只有雞胸肉 他們想要吃 我就拿雞胸肉就好了 家裡有什麼就吃什麼 切好了一塊一塊 先不要放下去 還有米酒 然後放一點點味酥 五香粉 還有一點點醬油 一點點就好了 好 這倒露有鹹嗎 現在放倒露下去 胡椒粉 就用手給它攪拌 加糖 豆腐乳 你們要放辣的也有這種 你們喜歡有辣就放辣 家裡有什麼就放什麼 讓它放在冰箱裡頭醃製 蓋起來拿到暖場去放 最少兩個小時 最好是隔夜 阿嬤早上已經先給它醃製好了 現在沾地瓜粉 沾好之後放旁邊讓它返炒 每一個地方都要沾到 因為等一下要來炸 平常醃多一點 放在冷凍庫 想要吃的時候拿出來退冰 用返炒五分鐘 然後我們要來炸囉 試試看 你看 這可以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來炸 慢慢放 火不要開太大 開太大外皮就焦掉了 二到三分鐘 也看得到你們的雞肉有多大塊 你要是切很小塊 當然也不要那麼久 我們炒差不多了 我們要把這個角成塔丟進去 油溫拉高 15秒鐘 火關掉 火關掉 好 這樣就完成囉 你看 我們炸好了 二乳鮮酥雞已經炸好了 希望你們喜歡 動口做看看 然後試試看 喜歡吃原味的也可以炸原味的 那我們下一回再看看 你要炸原味再說 希望你們喜歡 訂閱炸炸大炸味 拜拜